這個語音輸入的部分 我最近這幾場演習都有稍微提到就是 因為我有明顯發現 我輸入的速度變慢 我講的輸入速度變慢是 手打的速度喔 因為呢 偶爾我也用一下語音輸入 像今天我爸爸 拿手機來有沒有 他就用LINE啊 他就問我說 我傳照片了嘛 人家有問題問他 他要怎麼回答 我說你用講的啊 用講的就好啊 反正手機也有這種語音辨識嘛 那不管你是手機的 還是就是 電腦上的 事實上都有 好都有 那我們先介紹各位這個Google文件 Google文件其實辨識效果也很不錯 他在哪兩個地方有 在文件 還有簡報這裡都有 視算表我沒有特別注意 也許有的話也可以注意一下 那我先從文件這邊 我就建一個 你來這邊之後呢 在哪裡有這個功能 在上面這裡 工具裡面 有沒有一個語音輸入 嗯 你就從這個地方 那你第一次按的時候呢 他會要求你 就是要允許那個麥克風 有沒有 允許一下 今天來到中正大學 進行研習 我們用語音的方式來輸入 會比你用打的慢嗎 這樣有沒有看到他的雲端幫你 哈哈哈哈 做的修正 可是你只要負責幾個而已 對不對 是修正幾個而已 但是這裡 他有個小缺點 就是沒有標點符號嘛 沒有辦法我們自動處理好 所以你可以找這邊 更多選項裡面 注音旁邊這裡 有沒有看到標點符號了 所以你就可以用點的啊 好就用點的 這個是我們在 等於說Google文件的部分 你可以像這樣 其實用也還蠻快的 那另外Speech Note也是一樣 他也是一個就是 那個網路的服務 那我最近有發現他有那個 叫做APP 所以你在行動裝置上的時候也可以 但是他這邊會先問你是哪一個 語系的 你選好了之後一樣 允許之後 我們用Speech Note 來測試看看 語音輸入 效果也是蠻好的 那麼 如果你需要標點符號的話 你講逗號 他真的會給你逗號 這樣了解嗎 所以請你從右手邊 不過這邊是半型的 剛剛Google文件那邊是全型的 反正這個都還好 但是他有個好處就是你在斷句的地方 他會幫你先做一個空白 這比Google那邊 來的就是容易分辨一點 這是現在 那其實呢 如果你去 這個老師的部落格的話 這裡 在這邊 有另外一個 就是遜飛語音輸入的 那這個部分 是在手機端的 手機端的 這個 也是在 應該是我們中正 上學期的 你就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我在YouTube給各位看一下 你就比較清楚了 好 有沒有發現虎虎的 所以怎麼辦 你看 是不是在這裡 你不要被他騙了 雖然是1080 但是他真的沒有給你真的 有沒有 眼睛視力變好了 那你看一下我們後面這裡 你聽不到聲音沒關係啦 但是我們看一下 在輸入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 豆點符號自動進來 標點符號 所以其實 如果你看到有人在低頭講話 他不見得一定是在通訊 他可能是在語音輸入 這樣瞭解了嗎 所以其實 現在語音輸入已經 就是算是越來越成熟的這種 雲端的應用 影像處理啦 語音這些現在都是越來越成熟 所以平常生活上 你會看到越來越多 這是給各位稍微先了解一下 我們的這個 輸入的方法 現在真的有越來越多種 好看 好看